金庸笔下的《倚天屠龙记》中 深爱张无忌的小赵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但却远赴波斯成为明教总教的教主 明教真的存在吗 在印度的偏远小镇 存在着一个伊朗国王的居所 更让人惊奇的是 这个国王竟然是一盆火 这盆火与波斯明教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好 带您探索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谜 欢迎来到GaryTalk 我是Gary 金庸笔下的波斯明教原来是真实存在的 明教源于何土 源起波斯 而且明教跟火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后面的节目中 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关于波斯明教的故事 说到明教 首先就会说到火 在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其总部外面立着一尊印度神像 一尊永远站在火圈内跳舞的师婆神像 有人一定会纳闷的 一会儿波斯 一会儿印度 一会儿火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请稍安勿躁 他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让我给您慢慢的分解 这个核子研究组织门前呢 为什么不放一个核动力潜艇 或者是核子堆撞的模型呢 要知道啊 这个组织可是人类前沿科学的代表 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研究中心 为什么放一尊印度神像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师婆是何方神圣 在印度传统里啊 师婆的火既能创造与支撑我们的生命 也能毁灭我们的生命 这是不是与核能一样呢 既能为人类带来优质的能源 也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人类最初用火呀 很可能是追求光明的心理需求 与追求光明相对应的是人类对黑暗 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深的恐惧 而且呀对黑暗的恐惧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 以至于啊后来一切威胁人类腐朽的东西 都用黑暗来形容 人有五种知觉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其中呢 视觉是最重要的感知外界的信息通道 占到人体所获得全部信息量的80% 其次啊是听觉 获得10%的信息量 失去感觉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954年 加拿大心理研究学家 赫布和克斯顿 进行了首次感觉剥夺实验 让志愿者躺在隔音室内的床上 蒙上眼睛 堵住耳朵 戴上手套 基本上啊 剥夺了测试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 结果表明 被剥夺感觉以后啊 人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 大多数受测试者呢 只能坚持三天 几乎没有人能忍受一周以上 被剥夺了感觉以后呢 人的心理会产生异常 注意力不能集中 不能进行思考 人会产生幻觉 有人呢 会变得神经质 甚至产生恐惧 即使结束实验以后 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思维能力 仍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 被剥夺感觉呀 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严重的破坏 由于视觉获取着我们人类80%的信息量 所以啊 黑暗中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到不安和恐惧 人在野外总是设法点燃一堆篝火 而且篝火晚会是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 由此不难想象 早在远古时期 人类就已经利用天然火取得火种 以满足追求光明的心理需求 随着火的使用呢 人们发现了火的更多用途 火最终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 巴黎凯旋门下至今依然燃烧着一盆代表国家的火 并且有一群男子每天照顾 不使其熄灭 这盆火最初于1923年11月11日点燃 由当时的战事部长马其诺将军举行开幕仪式 目的是为了追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名士兵 发起照顾这盆火的组织 把这盆火正式命名为国家之火 根据他们的解释这盆火不仅代表他们对死者的敬意 也代表了国家走向未来的自信 而且法国这盆国家之火必须保持燃烧并经久不息 2017年5月14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 第一件正式的公开行程就是跟着前总统 结伴到国家之火前献上敬意 在我们中文里面 火跟火是同音 火就是火 火就是火 在文字没有被创造之前 两者没有区别或者区别非常小 火活 不分的意义就在于火是活命的基础 有火才能活命 要活命就离不开火 有人认为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文明 正是因为有火的存在 在西方文明中火更是社会的焦点 焦点 Fox就是拉丁文毕炉的意思 每一次我们使用这个字 就在无意中对火聚焦力量那无可匹敌的力量致敬 这就是明教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教的明就是光明的明 而光明总离不开火 围坐在火堆前想象自身的社群 可能是一家人 一个村落 甚至是一个国家 在印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当你来到孟买北方大约几个小时车程的偏远小镇 你会忍不住觉得这个相当破败的海边小镇 在很多地方都像极了英国那些风华已逝的度假圣地 不过让你大吃一惊的是 在帕西人的火神殿外竟然写着伊兰沙 意思是宣告该处是伊朗国王的居所 如果您不是拜火教的教徒 您永远也无法进入伊兰沙的范围 或者观看圣火雅塔斯·贝哈姆 拜火教徒的圣火就像一位君王 圣火的上面就像在王座的上方挂着一顶银色王冠 王冠之上则是银色的华盖 后方的墙上挂着一面盾牌和几把剑 伊兰沙就是伊朗国王 在此拥有适合帝王身份的华盖保镖和王座 就像所有拜火教圣殿里的火一样 这盆君王之火有一群祭祀 小心翼翼的照看使其永远燃烧 祭祀们身穿象征纯洁的白袍 戴着面罩 随时给圣火添加信徒提供的 含香木或其他高贵的香木 在印度偏远的小镇竟然存在着一个 伊朗国王的居所 这太让人大吃一惊了 刚刚提到帕西人的火神庙 说帕西人大家可能感到陌生 帕西就是波西的音译 实际上他们就是波斯人的后裔 在印度的帕西人为数不多 但是他们的社群对现在的印度发展 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商业之都孟买 帕西人跟犹太人的相同之处就在于 他们都具有经商的天赋 鸦片战争以后 已经有帕西人到广州经商 据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资料 1809年广州有24家外国私人公司运作 其中只有一家公司是英国公司 其他多数是帕西商人 当时在中国被统称为白头仪的帕西商人 1851年至1950年 在上海开设了20家洋行 他们的经商能力可见一斑 帕西商人应该是古时候 我们所说的波斯商人的后代 他们和犹太人有着相同的经商能力 这种能力是存在于他们的基因里面的 英国人对待帕西人 有着与印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 他们认为印度人消极愚昧无理性 外表顺从 内心却诡异多端 而帕西人勤勉讲道德精明 帕西人也不同于印度人对西方文明的强力抵制 而是鼓励本族的年轻人进入英式教堂 学习先进的知识 于是帕西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城市 进入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部门和工商业领域 也成为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进行沟通的中间人 然而帕西人大举进入交通运输 船舶 制造 建筑材料 以及梦买的房地产业 并最终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 成为印度各族裔中最富有的民族 帕西人主要立足于印度次大陆 信仰索罗亚斯德教 您一定听说过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拜火教 金庸笔下的倚天屠龙记 小赵为了解救张乌记 极不情愿的去了波斯当明教教主 这个波斯明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拜火教 明教的明也就是光明的意思 对火的信仰实际上是对光明的信仰 帕西人的祖先是1000多年前从波斯移居到印度次大陆的 索罗亚斯德教教徒 还是称他为拜火教吧 这样顺口又好记 这个拜火教是萨山王朝的国教 萨山王朝是公元三世纪的超级强国 位置是现在的伊朗 当时的国土极广 他们曾控制了印度河与现代埃及之间的大片土地 有时还不仅限于这块区域 这个王朝的国座大约始于公元230年 直到公元650年伊朗入侵为止 总共维持了400多年的时间 火在这个帝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是整个社群的焦点 纯洁 无形 温暖 但又充满毁灭的力量 金庸笔下的小招是不是带给我们这种感觉呢 印度火神殿最高的主教祭祀告诉大家 世人都说他们是拜火教 其实他们并不是拜火 火只是一个媒介 透过火 他们努力让自己和他们的神保持联系 没有火人类无法存活 没有热人类也无法存活 火是一切 他们总是把火称为国王或者沙 他们给圣火取名为伊兰沙 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伊朗以难民的身份来到印度 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度 他们也不会有一个实质的政治的国王 但是他们有圣火 于是圣火就成为了他们的国王 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 你要尽可能活出你精神上最好的一面 如果你的思想是好的 你说出来的话就会变好 如果你的思想和话语都是好的 那么你的行为也会变好 这就是他们的宗教 金庸笔下的波斯名教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节目下面留言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